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谢文锦 谢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的 灵侦探 当然这个小年夜 马上就到了 那所以很多朋友 都希望在小年夜这一天 能够求取所谓的好运 那么怎么样在这个小年夜 能够遇到这个所谓的好运呢 首先第一个呢 在小年夜这天晚上 要求取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大家会想 什么叫求取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有的人希望我在过去 可能小人多一点点 贵人少一点 我希望能够求取贵人 有人希望说 我在这个财运上面 好像不知道过年期间 有没有办法有更好的财运 过完年之后 财运能够变得更旺 当然还有一些人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家里的人 遇到要考试要读书 我会希望说 能够求取这个是文昌智慧 有人想要求正财 有人想要求偏财 那么正财跟偏财 也有所谓的求取的方位 当然更重要的部分是 一定要避开所谓的煞方 所谓的煞方呢 也就是说冲煞的方位 那不管我要求什么不求什么 至少能够避开不好的地方 所以观众朋友在小年夜这一天晚上 有时候家里头整理完之后 可能还要想要去外面走一走 小年夜这一天 有几个方位变得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观众朋友 如果你希望求好的财运的话 不妨往正北的这个方位以头 来求取所谓的财运 那也就是说往正北的方向走 那有时候你要去的地方 比如我要去夜市 可是方位好像这个夜市方向不是正北的方向 所以没有办法的话呢 没关系你先往正北方向走之后 比如五十步到一百步之后 再转往你想去的地方 第二个呢 观众朋友很希望新的一年对头 我有这个所谓的好的桃花 就可以往这个东南方 那往东南方来走 大概五十步到一百步之后 再转往你想要去的地方 在新的一年对头 这个方位叫喜门的方位 很容易在这个所谓的桃花姻缘 搞不好过年期间 你就遇到一个好的对象 哈喽大家好 这一本《鲜云锦》 2023年生肖运势大解析上市的 可以在各大书局 以及大卖场都可以买得到 在今年对头除了三张招菜服以外 还有价值一万两千八的聚宝盆 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大力支持哦 如果你希望说我的贵人 一直都不明显 没关系 你可以求取贵人的方位 也就是贵人的方位 那么这个方位是往东北的方向 观众朋友如果不知道 方位到底在哪里没关系 现在手机都有城市 你只要订出来 就可以知道东西南北 往什么方向走 那另外观众朋友 很希望在这个新年年度里头 比如说我能够有好取好的一个学校 判断性能变得更好 文昌位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观众朋友不妨选择 西南这个方位 当然我们财神里头 刚才提到有个求财的部分 但是呢财神的部分呢 还可以分两个地方 第一个部分观众朋友 如果我是工作上 我没有其他的这个财运的时候 你选择正财的方位 也就是往东南的方向 那么这个方位是属于正财 也就是工作上面求取的财运 观众朋友如果你要想的去求就是偏财 如果我说工作以外 希望有个兼差或兼职的机会 或者是说我刚好有个朋友找我合作 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成 那不妨呢往居家环境里头 正北的方位里头 那这个是一个偏财的一个方位 可是观众朋友 有时候我这样讲就是说 我可能真的就没有什么求 我也没有特定要求财运 求什么正财偏财文昌什么都没有要 但是你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这一天里头往正北的方向 事实上是这一天的煞方 煞方也是比较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 老师刚才不是说偏财是在正北 而煞方也在正北怎么办 在这一天里头 如果我往这个方向里头 它是一半一半 第一个呢在偏财方面会得到 但是呢也有可能有些地方 我必须细节必须要稍微注意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准备一个红包袋 里面摆放36地的白米 一小撮的粗盐 欺骗了榕树叶或芙蓉或墨草 用红包袋装起来之后 随身带在身上 然后呢再朝我们要朝的 比如正北的方位走过去之后 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招来偏财 而避开所谓的煞方 在这边祝福所有好朋友们 在小年夜这一天 都能够事事顺心 裁员广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